這些是我曾經使用過的iPhone 這部手機是iPhone3還是3G我有點忘記了 這是所有iPhone裡面我最喜歡的一部 我這個3寫反了 這握桿跟這個手卡 我真的到現在還非常難忘 那時候我偶爾會去大陸啦 所以每次去大陸我就會換一個門號 所以這邊都會貼我那時候在大陸的門號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覺得沒有任何一部iPhone 設計得比這一部還好 我也不太確定它能不能開機 插一下電看看好了 這個底下已經裂開了 希望它等一下能夠開機 這次iPhone4 你看它的電池也爆裂了 iPhone4也算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代表 它的造型真的跟iPhone3已經差非常多 一個背蓋是圓弧的 一個背蓋是有靈有角的 真的非常不一樣 當然啦那時候iPhone4剛出的時候被大家批評 這個握桿真的非常不好 那這個就是iPhone5 iPhone5跟iPhone4當初最大的差別就是在它的厚度 不過它整個螢幕真的大非常多 4換到5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非常有感的 不過從4變到5你就會覺得它整體的設計 已經變化沒有非常大了 對iPhone3旁邊這個鈕我常常誤觸 所以這邊我貼了一個膠帶 當5變成6的時候 它整個變化就有點不一樣了 最主要是它背面 它這種零零角角的感覺已經不見了 在iPhone6來講啊 你握起來的感覺就是非常的舒服 再來就是7跟8了 8我老婆正在用 不過6、7、8它的差距是有的 可是就是沒有像3變4、4變6 差距感覺這麼大 充電還充得進去耶 等一下再看可不可以順利開機 3、4、5、6 今天要來開箱iPhoneXS 打開 簡潔有力 Apple的一貫作風 這是MAS256G銀色的 整個握感跟iPhone8 Plus是有點接近的 只不過它的邊框變成金屬的 所以拿起來你會覺得有點不一樣 最開心的就是把膜給撕掉 這兩部手機從外觀你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Note 9比較高一點 寬度的部分就是iPhoneXS Mase比較寬一點 Note 9就是比較狹長一點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iPhoneXS的螢幕佔比一定比較多 因為Note 9下面還有一條 它上面也保留一條 這樣的做法不會有瀏海 個人覺得寧願不要有瀏海 這樣子還比較漂亮 iPhoneX就是上面一樣還是有瀏海 Sight Angel系統啊 其實很多手機都已經沒有瀏海了 這兩塊螢幕啊 應該都是OLED的 可是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iPhoneXS Mase這個比較偏黃 那Note 9這一塊呢是比較偏藍 解析度啊 三星這一塊是2960x1440 Mase是2436x1125 所以Note 9是高蠻多 不過我認為啦 這個解析度 基本上你的肉眼已經分不出來了 第一時間拿到Mase的感覺 我覺得它真的比我之前拿的i8 Plus 真的漂亮 我自己感覺啊 我已經玩了一陣子了 雖然會留下指紋 可是我買這個銀色 你看起來不會覺得說真的很髒很不舒服 比上一代i8好蠻多的 就兩台的外觀啊 我還是很不喜歡iPhone啊 目前還是把這兩個鏡頭啊 稍微做一點凸起 就是這裡 有沒有 有點凸起 我覺得這個技術為什麼不能克服 我到現在還不明白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對手機整體的感覺 是比較不好的 三星的鏡頭就是平了 其實這樣子也比較不容易傷到 你真的要比較這兩台的規格啊 什麼其實網上資料很多 今天最主要我想要比比看 這兩台造出來的畫質是怎麼樣 因為我平常還是以錄影為主 那我們就來 這是Note9的前鏡頭啦 反正這我之前測試過就是蠻白的 而且它收音還不錯 拿去 你的iPhone 這種手機的東西還是要問女生 你覺得這支手機摸起來覺得怎麼樣 它很 欸它比我想像中的 薄一點點 拿你的i8出來比比看啊 哇你看我的皮膚好好喔 我的天啊 對 這個合理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 Note9的特性就是這樣 我們其實現在室內燈光是不亮的喔 有點暗 有沒有 其實它兩個長得蠻像的 厚度也是差不多 重點是那個材質啦 就是你看它這個邊框是比較有金屬材質 對喔這樣亮晶晶的 我忘記它好像是不鏽光還是什麼 只好可以在底下留言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網路上都 都找到資料 可是 拿起來的感覺 大小其實是差不多 握感有什麼不一樣 呃 這個摸起來 旁邊稍微就是粗粗的 如果不看的話 就是一個滑的一個蘇打 一個是滑的一個粗 像我就是比較細的 這樣子 好啦不要講槓話 這是一個滑 就是它其實一個摸起來 就是比較霧面的感覺 對 i8 摸起來就是亮亮的 稍微有點金屬感 iPhoneX 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就是 頭其所好沒有說一定哪個好或不好 這隻感覺稍微重一點點 它剛剛從側面看其實也比 呃 iPhone8 不是 Plus 稍微厚一點 感覺上它這邊有一層比較 像玻璃還是什麼的東西 比較厚一點 最主要 其實大小什麼是很像的 最主要是螢幕那種感覺啦 它沒有那個圓點點欸 對啊 圓點點已經沒有了 圓點點沒有了 你覺得圓點點重要嗎 圓點點喔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習慣 就都可以 對 所有的東西都一樣 現在是用Note9的前鏡頭 我把它換成iPhoneXX的前鏡頭 給大家看 感覺比較黃欸 現在是iPhoneXX 喔我覺得我皮膚還是很好 你皮膚還是很好嗎 你覺得Note9怎麼樣啊 摸起來的感覺 跟iPhoneX有什麼不同 這種事還想問女生 女生其實很靈敏 它其實拿起來的話 如果說像我會有習慣性 把手機放在口袋裡 那Note9它比較窄 其實比較適合一點 對 可是它拿起來兩支重量 我是覺得都差不多 差不多 我覺得這兩支重量感覺 對如果說你是 呃喜歡使用Instagram 你是網美喜歡那個 拍照啊 然後 做一些你知道Instagram發文 我覺得Note9可能比較適合你 你就不用修圖了 對就不用修圖 可是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就是iPhone系列的拍照起來的那個質感 對每個人喜歡的不同啦 我覺得就是不一樣的 就讓大家自己 看你們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那我再用他們兩個做一些慢動作 或者做一些縮時給各位看 待會我就要回辦公室 今天真的超忙 超 不知道會不會順利發片呢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五點八來不及 對啊 今天現在 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是9月21星期五的 下午3點 我覺得我們怕來不及耶 我們只剩一個半小時 要把片發好喔 好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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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iPhone iPhone看起來比較寬一點 對就是比較廣 對就是比較廣 現在換成這邊是三星 現在有點背光就是室內啦 就是三星啊 在這一點 你還是看起來比較白一點 不過在螢幕上看比較不準 還是要放在電腦上面看 所以這一次的iPhone 還是比Note很光嗎 可是這邊是 iPhone看起來比較黃 對比較黃 然後Note看起來比較白 對 可是它比較廣 可是我覺得廣角很有用 對啊真的 你手機我覺得廣角還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對 現在你 很多人都希望你光用手機 就能做到相機的效果 雖然Note9有美肌 可是現在還是有很多 那個美肌的APP啊 就是大家可以散家利用 如果你是一個懶得修圖的人 你又想要看起來飄飄亮亮 你就用Note9 如果說你想要廣角 想要有相機的效果 那你就買了 我們現在是用後鏡頭啦 就是主要的鏡頭照 不曉得效果怎麼樣 基本上這兩台 現在都有做到防手震 那所以我相信不會太荒動 可是今天比較可惜啦 是今天的天氣沒有很好 就是陰陰的 所以在落差的表現上 可能沒有辦法這麼明顯 不過也可以測試啦 就是像這種陰陰的天氣 到底哪一台的顏色 比較漂亮 那基本上這兩台手機啊 都算是今年的旗艦機 我剛才算一開始片頭拿了很多iPhone 其實那些iPhone大部分都是我老婆用的 iPhone3是我用的 iPhone3是我用的 4、5、6 其實都是新電車 還一定用 我從以前到現在大部分拿的手機 都是Android手機 我以前是HPC迷 Android大概有用了十來支吧 十來支應該有 那去年我選擇用iPhone用了一年 因為我用Mac 我想說Mac跟iPhone啊 整個系統比較相容 所以我就換了iPhone 可是今年這支Note9啊 其實也讓我蠻心動的 因為它的規格 什麼各方面也開得蠻漂亮 畢竟 為什麼我喜歡用Android Android的自由度啊 各方面來講 還是比iPhone好 不過Android就是比較麻煩 它就是 你要花多一點腦筋 去搞定一些東西 iPhone比較不用 不過iPhone就是比較豐富 這有各的好處 要不要去擺盤 然後再用兩隻手機 來幫忙 再用一隻手機 來製造 幾個小組 要製造 一隻手機 要製造 一隻手機 要製造 一隻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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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製造 一隻手機 我剛才撿到這邊啊 我真的覺得 這部分讓我蠻意外的 是iPhone XS Max的防震技術 我不曉得這畫面會差這麼多 我是放在同一個腳架下 其實是左手右手有點那種不穩定的差別 也不會差這麼多 可是iPhone XS Max這次在防手震的部分 真的超乎我的想像 好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前鏡頭是三星比較廣 對 真的耶 所以就真的更有優缺一點 我覺得前鏡頭廣真的很重要 對我而言 對啊 前鏡頭大部分都拿來自拍 因為他都是拿來自拍講話 對啊 前鏡頭廣的話 對有在真的拍影片的人 真的比較實用 對啊 好 我現在來為大家測試 網美都怎麼笑 沒有沒有 我現在來為大家測試收音好了 我來唱歌 你要唱什麼歌 就要好感謝 嗯 被人掉是又來又起 哎 被人掉是又來又起 喔 沒 translations 一 Mensch deutschen 名 Snake Gang 100% 沒仗 嗨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唱不錯吧 可以啦 還可以 哈哈 可是我講真的前鏡頭三星看起來比較美 整個視覺上市比較廣 你看我這次在iPhone上我看起來臉多大 我現在真的很難選擇要買哪一支 可是如果你把價格考量進去的時候 你可能就真的知道要買哪一支 那個iPhone這支是256 我印象中三星這支是128的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256就非常夠用 256就非常夠用 可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很懶惰的人 不想要備份所有東西的人 就是就買512的好了 好 下車 好喔 今天影片結束啦 剛才iPhone3開機了耶 這個3那麼久居然還可以開機 這個4爆掉了 舊的東西不一定比較不好啊 你一直在看 dj